以上就是了我小子 橡皮树一般都是这样 独改 它的分支性比较差 如果你想要把橡皮树养出一个漂亮的树形 在养护的时候 除了正常的日常养护 还要对它进行一个打顶修剪 如果你不打顶不修剪 那植株就是像这样永远乌铃铃的一根 橡皮树打顶修剪也是有要求的 最好是在生长季节节 每年的夏天就是不错的选择 现在温度是越来越高了 但在橡皮树在夏季也是能生长的 所以你想要复分支的可以在夏季进行 现在打顶它很快就能长出侧芽 那经过夏季和秋季的打顶修剪 橡皮树的造型在冬季休眠之前就能完成了 橡皮树修剪的方法也是很简单的 直接找到自己的理想高度 再把这个高度以上的枝条 直接都修剪掉 修剪掉之后 这个枝头上会冒出很多白色的枝叶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白色的枝叶给它擦掉 或者是在上面涂抹一些多菌磷 修剪掉之后 它就会从旁边长出侧芽来 就像这盆一样 那旁边的侧芽长到合适的高度之后 我们再给它修剪打顶 这样子两个侧芽就会变成四个侧芽 株形会越来越饱满 这样你就能获得一盆株形饱满的橡皮树 今天关于上局处打底的方法介绍就结束了 大家喜欢点个关注再走吧 好看